- 鬼滅之刃公宅 - 哈嘍大家好我是小老師 - 還記得 - 我們一個月前開箱一系列鬼滅之刃公宅 - 那其實那個時候大家反應還不錯 - 可是就有人留言說 - 是不是缺了點什麼味 - 一個味 - 那就是阿樂的香味 - 噔噔噔 - 蜘蛛的香味 - 沒錯 - 你看 - 大家說少了阿樂 - 我們今天就直接把阿樂召喚出來 - 耶 - 而且有個重點是 - 阿樂變瘦了 - 欸你每次見到我都會說我變瘦 - 但你有沒有想說 - 因為你變瘦 - 哈哈哈 - 對 - 你有沒有發現 - 這一次阿樂更瘦 - 來我們外觀讓大家看一下 - 一個完美的轉身 - 沒錯 - 今天喬老師又約阿樂來 - 其實今天算是第二part - 前面我們還有做一個別的開箱 -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開箱 - 就是你最喜歡的鬼滅之刃 - 耶 - 厲害了吧 - 因為鬼滅之刃其實 - 應該可以說算最近期比較火紅的動漫畫 - 嗯 - 它現在是有點稍微退燒一點點 - 但是它之後還有它的電影要上了 - 喔對 十月嘛 - 無限列車 - 沒錯大家 - 你看連我都懂了 - 你終於有去補了是不是 - 因為Netflix上有 - 喔對 - 你知道為什麼我每次都要一直Netflix嗎 - 為什麼 - 因為我懂 - 希望有一天他們會找我們夜魄 - 我都看完 - 而且重點是它有中配啦 - 可是有很多網友會建議說 - 中配很崩或什麼 -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 當我對日文完全不熟悉 - 然後我的手又要做模型 - 因為你要一邊做事情 - 對 - 所以沒辦法 - 因為我沒有那種完全空出來的時間 - 我只有在塗鋼彈 - 塗模型的時候 - 然後我可以邊聽 - 然後有些重點劇情 - 稍微妙一下 - 我大概是這樣 - 那你這樣跟看那種五分鐘 - 縮短介紹的版本有什麼差別 - 喔對 - 他們在中間一些 - 蜘蛛那邊 - 痾...蜘蛛那邊 - 喔對不對 - 蜘蛛森林啊 - 是不是在那森林啊 - 一家人嘛 - 有一些感情上的糾葛嘛 - 沒有家人嘛 - 所以他會找一些家人 - 對啊 你看我看嘛 - 可以可以可以 - 沒錯啦 - 沒錯今天 - 一樣就是要來開箱玩具 - 一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鬼滅 - 那這一次有好多喔 - 你看破不期待 - 我超興奮 - 很多喔 真的很多 - 欸我最近又重看了 - 真的 - 我之前買真的 - 就是最喜歡主角 - 但後來發現我變了 - 你變了 喜歡誰 - 我喜歡那個... - 善意 - 為什麼 - 因為我其實一直很喜歡他講一句話 - 因為他很多招式都練不好 - 對 - 所以他的那個師傅就跟他說 - 你練不好其他招式沒有關係 - 你就把一招學到比較強就對了 - 欸 - 其實我後來也是蠻喜歡善意的 - 因為一開始 - 我沒有看過 - 然後我就發現 - 為什麼善意這個角色 - 所有的拿刀的動作 - 都一樣 - 都是閉眼睛 - 然後後來才知道 - 原來他是 - 因為他會人格分裂 - 算是這樣 - 然後他其實真正的第一人格 - 是比較沒落的 - 然後他會進入到另外一個人格 - 所以其實善意就是 - 會比較貼近我們真正的人心 - 對 - 因為我們都會有一個比較害怕的東西 - 或是陰暗面 - 或是不想面對的 - 可是 - 我們只要正面去面對 - 只要會一招就好了 - 對 - 就是他今天的精神 - 能力會一招也是 - 那我們就直接先開 - 因為今天我帶了好多 - 正真的它了嗎 - 對阿 - 我們先開第一個 - 因為這個是 - 好 - 欸我剛剛拿出來全部 - 啊什麼話也沒講 - 啊有 - 好啦 - 這個第一個 - 它是萬代的完成品 - 然後它是Figure Zero - 它在日本算渾商限定吧 - 還是它是限定版 - 所以它會特別用一個 - 這種比較高級的盒子裝起來 - 有 - 好 - 出來 - 有 把它拉下來 - 呀 - 哎呀 - 不得了 - 直接撕吧 - 直接 - 喔好帥喔 - 哇 - 它這個盒子 - 欸欸不不不 - 怎麼辦好帥喔 - 它這個是在那個顛倒屋裡面對不對 - 這個應該是最後了吧 - 可是它這裡的背景好像是那個 - 你知道其實它 - 它因為它在那個 - 就是最後打 - 我可以講嗎 - 因為它是漫畫的劇情 - 然後它是在打最後十二個月上前 - 然後還有無產的時候 - 他們也是有這種 - 合適的這種風 - 喔 - 他們有很多人 - 它竟然可以打到那麼最後喔 - 所以我在想說會不會是那個時候 - 紅紅外盒可以看到 - 它就是一如往常 - 之前上一個系列是炭治郎 - 嗯 - 然後炭治郎是水之呼吸 - 所以是一個水車 - 通常是用的水車 - 然後再來這個雷之呼吸 - 所以它外面就有這種雷電的風格 - 這個泡殼上面就有印刷這個金屬的質感 - 然後就是有這種鬼滅之刃這種華麗感 - 所以單純如果一般玩家 - 一樣 - 你只要這樣收這個盒子 - 可是很均勢 - 這樣整個就 - 整個就開了 - 整個就開了 - 開心的開 - 它特別不要讓大家隔泡殼看 - 它是空的 - 哦 - 對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這個臉耶 - 摸摸它的小臉 - 出來囉 - 哇它這個雷電做得相當精緻耶 - 我還記得之前我們開過類似這麼多雷電的 - 欸它的雷電很刺耶 - 對 - 之前我們開過類似這種雷電就是悟空 - 就是這樣 - 喔對對對 - 很多氣功上的那種刺 - 喔喔欸 - 做得很極簡耶 - 就是它就靠這個底座 - 然後去撐著 - 哇做得很好 - 然後就整個它的動態 - 對 - 刀一樣也是硬的 - 有沒有 - 跟我們玩那種Bombresto - 那種有點半軟不一樣 - 嗯 - 然後它雷電整個向外 - 哇這個做得很精緻很刺 - 而且它雷電的尖刺的地方 - 都有在把它加成橘色 - 就是有那個漸層 - 對那漸層感是有的 - 而且它就是末梢這邊是 - 偏白 - 然後漸層 - 黃然後再變橘這樣 - 善意的部分 - 善意的謊言 - 那我們現在彼此對對方講一個善意的謊言 - 喔喔喔喔 - 欸它好緊張 - 它一直戳手耶 - 我在想啦 - 哇 我看 - 我看 - 我看妳想不出來了吧 - 看我想的妳 - 為了讓妳瘦 進來真的發現這個阿樂好像有變高 對對對 那其實它是變瘦 欸這不對啊 這是正面的誇張 好算了 我沒有任何善意的謊言可以對你說 沒錯就是我們完成開箱的第一件 我氣善意 雷之呼吸 一隻行 屁立一床 再進入我們無情工商時間 再來就是中秋連假 接著我們雙食連假 很多人抱怨 那模型太貴買不起 好不好 就在這個時候 小老師的密室這個小時候 多年輕來了 第二件 模型商品 66折 還有景品也66折 OK 就在我們淡水門市 大澳城門市 還有我們夥伴門市 內湖的魔玩地方 這三間門市 只有門市限定喔 OK 就期間就在 10月1號到10月11號 光輝的10月 好不好 就來密思特巧 相信資訊在我們粉絲專有公告 請參考下方資訊欄 買好買買 好我們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就比較多可以看到 安吉羅 對就是哥哥 炭治郎 安吉羅 然後這個系列也是在Pambesto裡面 嗯 掛在一個系列叫Cupastic 你應該有常看到 就是這種景品 我很常去掛 對 然後它是這種大頭小身體的 對 就可愛可愛的 對可愛版 它就是Cupastic 直接完成 它沒有底座啊 有啦有啦 這個簡單裝給你裝啊 好 這頭超大欸 大頭正 大頭正 這個Cupastic 它一開始出來就是做公主 對 喔對對對 很多公主系列 那你系列 真的不是我的菜 真的喔 就是太女性化了 喔對 哈哈 對你是就比較陽剛一點 對比較陽剛一點 你是在一個女生身體裡面的男生 住在一個男人 欸它眼睛真的 很美耶 對啊 而且它沒有禿頭的狀況欸 什麼意思 好因為它夠大 對 之前我們開那個比較小的炭治郎 它就會頭上的那個 它的這個紋路啊 跟頭皮 中間會有縫 然後就會白白的露頭皮 然後大家就收到那個禿頭的現象 就收到那個就雷 啊可是這個還好 對啊這個很OK欸 很精致 而且它眼睛很漂亮 我覺得鬼滅這個系列 除了它角色設定很好 它最難做的 在廠商開發的時候 真的就是它的披風 對 所以它每一個 尤其像那個誰 像那個富剛義勇 它兩邊還對稱不一樣 還非對稱 不一樣的花紋 嗯 它其實開發起來是非常麻煩 有耶 而且它的手收啊 就一般我看到的手是這樣子 但是它這裡是真的是拿 拿件的姿勢 對啊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動作 它的細節是 所以這個細節我很喜歡 對啊 它這個比例大概三頭深 然後非常簡單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市場上找這一隻 下一個我們來開這一個 等一下是客家 這一個 其實算再版了 這個之前的商品 炒到很貴欸 肯定啊 第一版的時候 這個系列叫 Mega House 然後它的GM這個系列 針對鬼滅之刃出的一系列 就是掌中系列 所以這是在手掌上的大小 那當然它第二隻跟第三隻 就是 越來越大嗎? 沒有啦 不是它越來越大 是其他的角色也會推出 哇你看 它就這麼小一隻欸 之前長的時候 長到三四千大家搶 四千五 四千五大家搶欸 好萌喔 對 它剛好配了它的整個外盒 也設計出很多它的相對應的圖騰 是的 比如說它有這種六角形啊 這種好像有花紋的這種 大家都大概知道 是妹妹 哎呀 而且它的那個就是它變鬼 所以它的指甲是變紅色的 它這個小細節全部都有欸 那這就是 掌中迷咒子的部分 最近又再版了 所以我想應該很多人還是會繼續回追啊 沒錯 那再來 啊這個 我也很喜歡它 它很小 這個 對 它很好笑 我覺得它就是 那種 有點魯莽 然後可是偏偏它就是一個很帥的人 對 它是美男欸 對 然後可是卻做事很魯莽這樣 啊好可愛喔 一樣是MegaHouse出的 它就是掌中一隻柱 喔 然後它整個主色 因為好像只有 一隻柱是比較沒有具體的花紋 因為它都不穿衣服 跟一般的景品又不一樣 你看看 它就更扎實喔 對 它其實是有一個重量感的 對啊 然後就是 它也沒佩戴武器 然後就是一個這樣臥倒的姿勢 就是它平常的姿勢 對 該有的特色 比如說它褲子這邊的布料啊 或它鞋子上面這些布料的質感都有做到 非常精緻 耶 這一件 也很讚 很厲害喔 這個直接讓你自己玩了 來吧 真的假的啦 對啊 這個好像有一個初回版 對 這一次的最大的重頭戲 這個是它 在保護哥哥的時候嗎 喔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 那個 那個誰 富剛義勇要殺他哥的時候 對 是嗎 在雪地嗎 他就突然 呃 附著了 打水 欸 這個系列我還第一次開耶 因為這是獸屋的 這個是雪地裡那時候 嗯 的那個情境 就是如果是這樣子 然後 炭治郎在這邊 哈哈 炭治郎是倒下來啦 就是 已經 再一集 就要被 富剛義勇幹掉了 沒錯 對 就是 炭治郎已經不行了 這做得非常好 就是它的那個動作 那個力量感啊 對 重點是我有發現喔 它腳 因為它是就是從這樣子雪地 然後它腳就這樣 側 所以它的這一個痕跡 是有把它做出來的 就是這種勒纏的痕跡 對 細節 然後再來這個版本 它的初回特點就是 再多附你一個頭 對 臉是長什麼樣子 對我很好奇 因為這個這一隻 它的第一彈是 炭治郎 然後那個時候 賣完 我自己都沒留到 所以 這一隻我特別來交代說 一定要幫我留 很怕耶 應該還好 往前拿就掉了吧 你交給你 或是它 可以啦 就這樣 等一下 怎麼會這樣 對所以它應該是 不對 你要先 泡這個 好難卡 再找個 位置給它卡進去 這個就是正常的臉 欸 這個那麼多裡面 妳最喜歡哪一個 這個那麼多 哇 好難 這裡 這裡 要多少錢 應該要一萬五喔 我很喜歡這一個 是因為 這個角色 它沒有做那麼多 對 它比較稀有 然後它又很精緻 這個是因為 太經典了 就是經典的那個 霹靂傘 而且它的場景做得很棒 很美 它的動態 就是不一樣啦 跟這個感覺不一樣 對這兩個感覺不一樣 然後這個是我覺得 它眼睛很漂亮 喔 對它的感覺 所以其實 很難選 真的 每一個都一百分 如果是我 會喜歡這一個 你覺得它的血嗎 對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 有那個力量在 然後再加上它原本的表情 是那種 要保護哥哥很兇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加上它手啊 它手這邊都有做故意 它的指甲長出來有沒有 嗯 相當讚 這每一隻都是很經典的角色 沒錯 如果你喜歡鬼滅之忍 那相信這幾款在市場上 應該還是有可以看到 好 很高興今天就請阿樂來 跟我一起開箱這個 我也很開心 真的喔 可以開到那麼多鬼滅 對啊 好幸福喔 可是 真的你只能選一隻啊 最喜歡的 這種 在糾結的感覺 你在 你是便秘是不是 好可惡喔 對 只能選一隻 只能選一隻 你要全部喔 哇 這個阿樂 不得了 這麼貪心 小朋友才做選擇 真的 全都要 好 那就全部給阿樂 真的 那還想看 蝦老師跟阿樂 開箱什麼有趣的系列 會在下方留言 讓我們知道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 點點讚 然後記得追蹤阿樂的IG 還有Youtube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欸真的 整選一個 都很讚耶 整選一個 我一開始本來是說 這個要送你 真的喔 對 我好難選喔 可是你也喜歡這個 我還有阿 而且其實我就 真的 我需要一點時間去 是喔 你還要 你該不會還要貼IG 然後投票這樣 雷之呼吸 一隻行 霹靂 好 我們同步一下 再同步一下 好